与真菩提 当求善有 求有之道 映如圆绝境所缘 漠视众生 将发大信 求善知识 与修行者 当求一切 正知见仁 心不诸相 不诸声闻圆绝境界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这是说末法时期 正是我们现代这个时代 我们想修佛 我们修佛能不能成就 关键是在老四 善知识就是老四 这个经上讲的善知识 善有都是老四 如果求到真的好老四 你肯定有成就 所以老四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 老四的条件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初学府 老四教导我们 首先老四告诉我们 老四跟修生是缘分 可遇不可求 我们做学生的 想找一个好老师 不容易 可是老四 要想找一个好学生 更不容易 到哪里去找 真正是古人所说的 这一桩事情 可遇不可求 现在我们明白了 这一桩事情 是于过去身中 善跟父的姻缘 有密切关系 到这个世纪 到这个世纪来 跟父母的人 跟老四的人 跟兄弟的人 跟同学的人 都非常深厚 没有偶然的 没有因缘 永远不会剧透 只要我们细心观察 体会 就能发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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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